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小节 第二小节 我们就很自然的 把这个话题切换到黄金上了 因为我记得在上一周 或者在再上一周 我们俩呢 对在黄金这个品种上的观点 还是比较契合的 中短期都认为说 它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力 可能有向下的可能 但是长期的话 还是有上涨的可能 那么呢刚才呢 我们在讲通胀的话题 其实逻辑还是一样的 逻辑一样 没错 在黄金上面是符合的 对就是中短期通胀 如果不太会起来 就是还能够有压制的可能的话 那么黄金可能就会 受到一定的压力 但是长期来看通胀 如果起来黄金可能 还是要再次的飞翔 那么那么对于黄金 这个确尔森 你这边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什么 跟进的一些观点吗 怎么说呢 我始终认为黄金 最近的这个 上涨啊 就是我们抛开 刚刚我们讲的关于通胀 那那有些人呢 可能会认为说 最近全球局势 真的局势的紧张 可能会给黄金带来一定的 买盘的支撑 不排除啊 就是现在在分析上来看 比如我们看到南非啊 包括这个伊朗的局势 因为伊朗可能强英派会上台 那包括中美之间关于台湾的角力 貌似在这个阶段好像有一些技术的 在这个买盘的政治局势上面的一些支撑 但我个人认为呢 应该这些不能构成黄金短期能够上涨的主要的理由 因为当下 黄金的主题依然还是在于对抗通胀上面 我觉得要修复 也就是我们刚刚的观点 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也就是短期可能对黄金还会形成比较大的 抛盘的压力 因为通胀的数据短期表现 应该来说 特别是没有持续的一个 像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持续的上涨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讲 对黄金短期内可能看空的概率会大一点 那么第二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黄金的任何一次反转都是非常的气壮山河的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 微信反转是吧 对就是会让人极为意想不到 但是近期的上涨 我们从K线上来看 太容易参与的 我还是之前讲的 也就是多头太容易参与 我觉得它不太符合大规模上涨的一个逻辑 对于您刚刚所说的这些观点 我想我是非常的赞同 如果要补充一点点内容的话 也就是说 无论是现在与这个南非的局势也好 还是伊朗的局势也好 其实对美元的信用造成不了一个实际的影响 没错没错 对如果真的是因为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呀 这种要对黄金的行情产生重大影响 那一定是和美国相关 比如说中美两个大国出现了一个剧烈性的冲突 或者说美元的这个地位急剧的下降 这样的事情才可能在黄金上有所反应 不然的话不一定有所反应 这就像在历史上像什么 原来我们讲的什么朝鲜发导弹呀 或者是什么打什么阿富汗呀 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悬念的 也对美元体系造就不了什么影响 所以这些事件呢 对黄金其实没有太多什么影响 我想我们的整个的对黄金的解读 最好不要受到这些小的事件的这个影响 容易出现偏差 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其他的话我想 这个都是和曲老师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的 没错我们纵观黄金的 在过去十来年左右的一些表现 实际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类的影响 对黄金影响比较大的 之前是有过案例 也就是在当时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面 跟乌克兰的局势冲突上面 对于这个黄金市有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因为这个牵扯的范围和利益 地方比较多 那比较复杂 所以我觉得 那如果就像黄老师讲的 可能未来对于大的局势影响 可能大一点的 比较有可能是中美 那我分享一下观点 就是我认为中美在明年奥运冬奥会之前 这个出现大规模 这个或者说我们说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对于黄金来讲 我觉得政治因素短期内 中短期内是没有 没有推升的 推升黄金的一些理由的或者动能 所以到目前为止影响黄金更大的一些因素 还是比如说像通胀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没错没错没错 我想是的 好那对于黄金来讲的话 我想这个观点也是非常的明期 也就是说在中短期之内 还是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制 长期来讲的话 随着美国通胀的这个演变 有可能黄金会出现一轮相对比较大的一轮上涨走势 当然这是远期的一个展望了 这就是今天对于黄金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对 法老师 但我们往后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关于说这个中短期通胀如何 像长期通胀的传导的问题 传导问题对吧 对 这个一个时间节点的问题 到底该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判定 认为它是在失控 或者说不朝他们的目标在前进这个质变和量变 量变和质变当中的这个点的问题 OK 那我想我们下一周的话 下一周一我们可以重点的讨论一下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刚刚曲老师所讲的短期通胀向长期通胀的这个传导 并且反映在行情之上 我想这是一个交易员的一个思维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近期呢 也是有一点 就是上次我们有讲过 也就是说关于近期 十年期美国国家收益率和黄金走势 最近 就是 确实有一些异常 那不但黄金反映的相对之后 而且这个 而且它的走向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存在一些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去挖掘的东西 嗯 确老师你今天你既然提到了这里了 就是我这里在插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猜测吧 这个 因为因为在之前呢 那市场一直在预期说 美联储可能会先缩减这个量 就是就是就是QE的量 就是就每个月 不是在在在购买这个债券吗 你要缩减这个量 然后再然后再进行加息 这个动作呢 是2008年之后的一个 呃一个动作 但是呢 就是目前美国的状况来看呢 我认为说很有可能会会怎么样呢 可能会先加息 率先 直接先把息点上去 对把息点上去 然后继续的买买国债 因为现在美国的财政问题很紧张 它要缩减的话 其实问题很大 但是通胀又来了 那怎么办 很有这种可能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呃 或者说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千万不要 呃 我感觉啊 就是不要以08年 就是不要纯粹的以08年 当时的这个路径 来判断美联储的这个动作 这个的话就容易就可能有出错的这个风险 因为刚刚你提到了这个十年期国债 因为最近呢 这个呃三三月三个三月的国债 还有三年的国债 还有十年期的国债 走势完全背离了 三个月和 没错 没错 中短期国债全部上扬 但是十年期国债才 再下跌 所以呢 这这个中间意味着什么东西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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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两周我一直在在考虑 我就感觉有可能会这个样子 就就是美联储的动作啊 会稍微的变一下 就是按照呃 所以我们在交易上面来讲 很难去参考呃 07年那一波的 美联储的操作方式 那么有可能它会呃 呃秩序啊 或者是在这个呃 速度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 可能会嗯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对 那好 那那那刚才的这个话题算是听到您讲的这个之后呢 我插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话题也供大家去思考一下吧 也好那黄金的观点的话 我们就我想也比较清晰了 也那接下来